31.香港《經濟日報》35億捧電信股中移動進紅底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2 陳昭勤譚智偉35億元資金作湧入三大電信股 刺激股價齊升於4% 乘最搶眼板塊 但港股成交再創四個月低位 買賣兩閒 基金預期港股足底後 先求其運 調港尼 有新錢入市 逐利口大價股 港股成交四個月低港拓感 歐美股市昨晚回吐 道指早段一度跌如210點 但港據交稅 高見7.7505港元 次夜期收報 次積月夜期收報25436點 跌80點 截至本港今晨四時 作別 00005在美國掛牌的預托政券 A.D.R. 截算佈70.55港元 交港收市價70.85元低0.3元 中移動00941 A.D.R. 截算佈101.5港元 交港收市價102.2元低0.7元 整體A.D.R. 相當於癡跌89點 中移動作震身紅底股 電信股勞月份數據街 鐵塔公司新消息 以及追落後成為股價上漲之三大原因 招商證券研究部中國科技行業副總裁 五力體 數據做好 再加上苟為了的鐵塔公司傳出新消息 加快國企改革 對行業模擬有正面作用 該行推薦中移動及中電信00728 評級買入 目標價分別為105元及5.4元 交作收市價存有2.7%及15.9%的上行空間 基金指追落後野村看中移動130 野村證券分析員黃樂平則更為樂觀 指中移動的基本面在三大電信商中領先 目標價看130元 反映上有27%的增長 另外 他認為鐵塔公司的消息帶動行業昨日炒賞 對聯通最為有利 對於行業是否正在走出谷底 黃樂平則有所保留 稱6月份的數據其實不是十分好 即使聯通移動寬頻3G及4G上行 兩岸月競升5.8倍 亦僅以環可以來形容 該行為持中移動及聯通買入評級 中電信則中性 基金方面 交銀國際資產管理董事逢視圈指 電信股未算有特別消息 認為指示炒落後 但亦不會視南登龍 因為早前股市已大跌 至於大市 他認為7月初波動後 持低位回升 現階段先求其穩 散戶在大跌後先要復原 尤其是A股 港股則仍有買盤支持 而且港尼J 尿新淺入會先買大價股 痴作升131點 修報25536點 國子升25點 修報11871點 主板成交縮5-808億元 續創3月底以來低位